LGD的这一波进攻啊 打得真是摧枯拉朽 就是他遇到人的第一瞬间 阵型怎么摆 马上就有了一个刻在骨子里的DNA一样 是这样 刚说完兄弟 我主要想说的是LGD这波进攻啊 首先是信号接收区的阶段四 刷新之后他们立刻从极北边 往南部的这个窄边直接插过来 插过来之后 猫猫对于这个区域的判断 对于这个地形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厚 迅速地拉到高点 虽然说这一波猫猫倒地了 但是他还是依然的指挥者 刚才黎一和成熙 这好像是NV腾讯世民战队之前 经常打的一架三冲 但是架的这个人猫猫倒了 一想要撤退 但是对方三名状态已经来到了脸上 君米你怎么选择 在这个时候NV腾讯世民96分 几分第一的战队找到你脸上 君米你会怎么选择 这玩意没有瞄矩 没有瞄矩的大盘机 吸引了一部分注意力 君米的高点打倒了李一 刚刚手干火热 三三的李一 在君米的近点没有能够掰过 不过呢LGD苏凯是拉起了程C 还能再拉一个 还能再拉一个 Para Boy 枪线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NV腾讯世民战队 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 但是他没有背进啊 这个大盘机 没有背进的大盘机 就只能用烟幕弹 让自己往前再多进一步 不过LGD这边再一次的爆发 就是他们团队的理解 选择了封烟去打君米的那个点位 既然枪线不占优势 那就只能逐个击破了 呈C又被君米放倒 苏凯 君米 狡猾的君米 在这棵树左右摆头 带走了自己周决三 一个衬手的背进吗 如果说Para Boy拿的是二背进 我敢拍熊蒲说 他的队友 君米手里面一个六背 怎么 我刚才一穿三 我不配拿一个六背进吗 配配配 我觉得这个六背进 就是Para Boy给君米的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 确实大盘机你打六背 可以六切三吗 你六切三也不舒服呀 因为四背进的准星是比较独特的 绝对是大盘机专属的一个背进 你看Para Boy的这个走位 你以为他在拉枪线 他其实要贴近点吗 他其实要减背进 哦 那随着 哦 哦 Remember这是在安全区的高点 是找到了小姨 把他打倒之后 能扶 应该是能扶的 能扶能扶 听牌现在不只是要吃鸡啊 他还要吃一把大鸡 直接来了 Remember知道我打倒了一个人 十秒钟的夫人时间 能够让我Remember从原点贴到了近点 而你散兵是没有原点背进的 伟大的大虾曾经说过 宜江胜勇追散兵 不可顾名雪霸王 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们想要把握住 但是 恩为腾讯市民战队 Jimmy再一次稳住了 狡猾的Jimmy 打掉了正点的敌人 也把Remember吸引到了正面 被铲掉了 现在还有Para Boy 还有Para Boy 他没有掩体 这个时候Para Boy 会不会在语音当中 说我能操作 别说话 我要操作 但是正面的SMG 真的是Para Boy的雷 记住这句话 他能操作 那当然了 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Jimmy也是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让我们恭喜Jimmy Para Boy 在最后时刻连展了两位自己 争夺周干的最大对手 虽然说这个时候被DK机带走 但是他已经做到了 这场比赛的目标了 以赛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